那我现在呢 好了啊 那我现在呢 就是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事物这个东西 无论什么数据库 只要是关系数据库都会有ACID 那这ACID呢 就是原子性 一致性 隔离性和这个永久性 或者持久性 分别的产核 在这说 这个首先原子性就是咱们保证 一个事物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事物的 各部操作哈 就是各个部分的操作 都是不可分割 不可分离的 就是一个原子的特性 要么都执行 要么都不执行 那这个很简单的场景 就是这个银行转账 或者是这个 就是一个减100 一个加100 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一些 现在可能这个 好像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你比如说 之前那个 就是像这个 好像是谁呀 好像是群里谁跟我说的 就是 向少军吧 还是谁 就是看到了一个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支付宝跟余额宝那个转账问题 是吧 就这边 A比如说叫支付宝 然后呢 B比如叫做余额宝 然后呢 他们两个之间要有一个转账的策略 那其实支付宝肯定是一个系统 他们是异购的系统 就是他们两个就可能就是编码 包括写的时候 不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去开发的 可能这边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是05年开发的 那这个可能07年开发的 那这个这两个 如果说两个异购的系统 你想要做这种事物的这种分布式 这种分布式事物 就好像银行转账一样 一个是一个交通银行 一个什么其他的银行 比如说这个招商银行 可以这么理解 传统的做法呢 就是你要是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官邑型数据库 就是这种这种古老的做法 可能就采用这种 那个二次提交事物了 这种方式 那像这个比较流行的 就是可能这个以后 咱们再讲这个MQ的时候会说 就是消息证件件 利用消息证件件去解决这种分布式事物 其实事物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要保证数据的这个一致性 其实事物分布式事物 主要要考虑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数据的一致性 你必须得保证你这边减了一千块钱 你这边必须必须得有一千块钱 如果没有的话 你必须得回滚掉 现在是两个系统之间 你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事情以后在MQ的时候再说吧 好了 就是 关于这个 原子性 简单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本地事物的话 那肯定就是满足原子性了 是不是 我可以配置一个这个sprint的切面 然后里边执行多个service 让他去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反正多个DEO 让他去给我保证是这个这个操作的原子性 一致性呢 一个查询的结果 必须从数据库开始查询的那一开始 就是你开始向数据库发起一条select的时候 那一点开始记录 读不等待写 写呢不等待读 这个是咱们非常关键的一个特性 就是一致性 还记得老师在最开始的时候 讲那个 讲那个啥的时候 讲那个并画编程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一件事 还记得吗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张表 那张表 那时候我怎么讲的 我有点忘了 这张表可能有很多数据 几百万条数据 然后呢 我用户A呢 是不是 我9点这一刻 9点00分00秒的时候 去做的一条select的查询 到数据库里边去查一张大表 一百多万数据啊 比如说不见所以 他查一条数据可能就在这 在比较底下 在90多万的时候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client端啊 把这个改了 他可能查到这的时候 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才能查完 然后呢 在这是9点开始查 9点10分把数据返回 OK 然后呢 我这边这个client端呢 9点05的时候 去把这个数据改了 这数据可能原先是100 然后我直接把它 啊 我执行一个update 然后commit 把它改成200了 那么最终 9点10分的时候 这个A用户看到的一定是这个 100啊 就是一个这个老的值啊 就是没改之前的这个100这个值 他一定不会看到这个新的这个200这个值 那这块就充分的体现了 咱们这个数据库的一致性读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你9点那一刻啊 这一个时间点发起的select一句 那么你看到的数据一定是9点这一点上所有的数据的变化啊 9点01分那你都看不到啊 OK 这就是一个一致性读的概念啊 或者说还有一致性写啊 很多啊 然后继续往下看吧 这个场景啊 刚才我已经描述好了啊 Oracle事物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一些什么undu的概念啊 这个这个以后再说吧 再往下看 隔离性呢 无非就是两个session啊 比如说呢 当前我用了一个这个scout啊 登录的登录了我的这个用户啊 我要操作scout里边的这张表 然后比如说我又有一个叫做scout2 他又是一个用户啊 他也去登录了咱们这个Oracle服务器 那很明显现在是两个session啊 两个session 那你无论说在这个里边玩出什么来啊 你是select update 只要你事物不肯 只要你的这个不commit的话 他们两个之间是两个session 所以说严格保证这个数据的这个隔离的特性啊 只要你不commit 你随便改随便删 这都没问题 一旦commit了以后 是不是 他们两个数据就可能就可见了 你不commit的话 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这个session中啊 随便去玩啊 这就是隔离的特性啊 就是说没有任何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持久性 也就是说事物一旦被提交 那么整个数据库啊 就不可以丢失这个事物的结果啊 数据库通过日志啊 能够保证事物的这个持久的特性啊 然后呢 场合呢 就是说事物提交是可逆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提交数据是由内存的数据刷新到这个啊 咱们的这个硬盘上的磁盘上的 通过这个这个过程的快慢和性能有关啊 就是和你这个机器的性能有关啊 咱们这个oracle用的是这个用的是这个redu啊 就是用这个redu日志来记录到这个 你的这个词牌上的啊 来保证这个什么呀 就是事物你一旦commit之后啊 我一commit的那一瞬间 我就有一个这个redu先记录到我这个啊 这个日志 比如日志 那然后呢 记录到日志以后 然后开始什么 开始做这个这种啊 比如说inset啊 p量的inset和语字开始去做了啊 那总之呢 你commit的这一刻 这一瞬间 你的这个日志redu日志肯定记录好了 哪怕你下一秒 下一刻 你整个这个机器挂了掉电了 都没关系 是不是 oracle直接重启再恢复的时候啊 从redu中找到你之前操作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继续去把这个没干完的事 再干完 这都可以去做到的 ok 那这个是事物的这个四个特性啊 咱们简单讲一下 ok 没问题吧 给我点反馈 这都很简单吧 好了 然后呢这个继续往下看哈 这个事物的开始和结束 结束哈 这块就是呃 事物采用隐识的方式 然后呢 呃 起始于session的第一条dml语句 哈 就是咱们执行这种update delete啊 这种操作的时候哈 然后呢 你一旦 执行了这种dml语句的 那就是直接开启了事物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表 去查看事物 就是这个vdollar session 其实这些东西呢 我都不想操作了哈 本来我还是心潮澎湃的 啊热血沸腾的想给你们讲一讲 但是我一看你们对oracle都没啥兴趣哈 就是群里的这个二十七八个人 百分之八十对oracle都没什么都不感冒 我就觉得让我很很很伤心 然后我现在登录的是还是这个这个 可能是一个这个emp表啊 然后当前是这个scout哈 转转打开一下哈 嗯当前是scout哈 然后这个比如说哈 我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嗯 我再打开一个这个window哈 common啊两个command window哈 common啊两个command window哈 然后现在呢我去select 新呃我去create一个table吧 咱们不在圆表上操作啊 create一个table 然后叫emp不在圆表上操作 empe 然后呢 嗯 add select新fromemp 好了 然后呢select新fromempe 好这里边是有数据的哈 就是咱们刚才新建了一张表叫做empe 然后呢把 嗯 稍等哈 怎么掉线了呢 是没画面了稍等哈 刚才我不想拉他一把吗 结果他没拉好把我拉进去了 这怎么弄啊 ok 第二个词人在我所在频道哈 有画面吧现在 给我点反馈 好了 你不要催我讲什么啊 我该讲什么我肯定知道讲什么好了哈 咱们继续哈 就刚才我说的事呢就是 这个empe表里是有这么多数据的哈 然后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update 呃我这边还是用这个scout去操作的吧 啊就是update update update 咱们这个empe这个表 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呃要set 嗯set一个这个谁呢 set这个cell吧这个字段啊 他原先是800是不是 我现在给他等于这个82828啊 然后呢 where条件就是咱们这个empo啊 等于这个73697369 然后这是我当前在我自己的这个session啊 里边我去这么去做的 而我之前update之后呢 啊现在呢 我肯定是没有敲commit啊 啊我如果在这啊 点一下就commit了 这就roll by回滚了是不是 在我执行这种dml操作的时候 好那么你会发现啊 它会产生啊 我用这个v$session去做哈 嗯 这个v$session可能是sys下的哈 嗯 咱们是system 然后呢tagger 然后呢我去paste哈 嗯 这啥情况啊 应该是有有有有有事物的呀 我去paste它 从这沾 select sing from video 了session 为什么说这张这个这个不存在呀 稍等啊我想想这个时间不讲有点忘了 应该是咱们system 它其实是正常来讲应该是能在 paste 这个它是肯定是不存在这张表的 向上军告诉我为什么 向上军在吗 这正常来讲这个v$session这张表里应该是不是 应该是有这个能看到事物的呀 用户补兑应该是用谁呀 应该是用dba 是啊我这个system啊 用sys吗 还是 scout查v$没有权限 对啊 scout是没有没有这个权限的呀 应该是 应该是 我想想当时我是怎么做的 总之呢 其实我要我要我要说的什么事啊 就是 呃 当这个scout这块哈 我clear一下吧 就是你你现在这个操作 就是update刚才这个语句 一旦写了以后 写了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这块 就是 这个事物还是相当于开启了 是不是 这个事物开启了之后 你就看这个v$session 它其实呢 这张表里应该是有这个一条记录的 就是这个事物的记录的 呃 不用吧 我记得是 我看一下哈 我去 clunt sys tagger 我去看一下这个 这张 sys 你要是把那个dba的权限 复给scout 我或者是用这个能行吗 我用那个 我看我找一下 用cmd行不行 就是能不能看到 用咱们的那个csdba 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用户 scout circle plus dba 他这里边 他也不行了 付全是吧 我付一下全 你的意思 用这个什么 我试一下 配色 这个也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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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csdba 我刚才可能是 我用这个系统去登录一下 我不管他了 我一会再看看什么原因吧 那其实就想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 可能是用户不对 我得先把那个scout 变成这个 这样也不可以 这样也不行啊 我是不是关了呀 刚才 我试一下哈 sorry哈 这块我 我重新再再连一下吧 嗯 我重新再去连一下 直接用command吧 直接用command吧 嗯 这块哈 command window 再试一下哈 刚才可能是我连他的时候 就是这块不是那个cdba是吧 我试一下哈 select seal from咱们那个EMP1 然后看一下 有这张表 然后update 然后呢 咱们这个EMP1 然后set sell 这个薪水等于888 然后wear条件 就是EMP no等于7369 update 嗯 wear 然后这块 这块是这个事物啊 就是已经开启了哈 因为第一条 dml语句 然后再次我看一下哈 看有没有 OK 刚才我用的是什么呀 我用的是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是吧 啊 对 我重新登录了 是不是 我刚才是 是是用的那个 这个 这块没选哈 其实我connect的时候 这块应该是 呃 首先 我应该这块选择 这个是 他默认这块登录的 这块 是那个 那个普通用户 咱们应该用这个sys sdba 这块才能 才能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用户刚才不对了 好 那你看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块哈 产生了一个这个 transaction了 啊 就是这个事物了 没问题哈 这个事物呢 就是说有什么事物 id号 然后事物一直存活着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 只要是你 做这件事情了 就会有一个这个事物 那有事物呢 也会必然产生一个这个锁 啊 这个锁 咱们可以去 从这去查 啊 这个锁 就是在这儿哈 就是他有 他必然会产生这种 这种表锁和这个行锁 啊 tm和tx 啊 就只要产生事物 那肯定是会有这个 这个这个锁啊 这个 一会再说 那我现在如果说把这个 啊 sorry 我应该把这个再再次开起来 哈 我再用这个 刚才你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吧 这样行吗 paste 我应该是 选择 这个 system 然后这块应该不是普通的角色哈 应该是这个 cdba这个角色 然后密码啊 然后再加上你选择这个数据库实例 啊 我应该这么连哈 这就ok了 然后呢 咱们再看到那个 语句 就这个 查看事物这个语句 啊 现在这个事物还是一直存在着的哈 因为我这份没提交嘛 啊 那比如说我这份一 commit 啊 我就是一 commit 就是一成功了呗啊 这个事物就已经结束了嘛 咱们再次看一下 啊 这回 这个这个事物就已经不存在了哈 也不存在了 OK 那么也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一旦咱们执行这个dml操作哈 的时候肯定会有事物 然后呢 这个commit是提交 然后rollback是回滚 这些都很简单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些产生事物的 比如说ddl就是被执行 dcl就是被执行 被提交啊 都会产生事物 然后用户退出cycle class啊 正常退出的时候是提交事物的 非正常退出的时候是回滚的 还有机器故障了 然后怎么怎么事啊 是回滚的 还有shutdown啊 这种unlimited的也是回滚的 那这可能就是相当于一些 简单的这个操作了哈 好长时间不用 我也都有点忘了 OK 这是关于事物的这个问题啊 那其实呢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只要执行这个dml语句的时候 必定都会产生一个这个事物啊 产生事物了 那一定会有一个锁的概念 就是lock锁 那在这呢 就是还是说哈 锁大体上分很多种 然后呢 大体上分两大种 一种是共享 一种是排他 那共享锁和排他锁有啥区别呢 排他锁其实就是独占 就是相当于我这把锁站着了 谁也进不来 就好像是一个这个多县城的时候 一个人进到这个县城里去执行了 前面加一个synchronous的是不是 那其他的人呢 就是都进不来了 那这块有一个叫排斥其他排 就是排斥其他排他锁和共享锁 排他锁的概念 排斥其他的排他锁和共享锁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有一把锁 这把锁呢颜色是红色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一把锁 这把锁颜色是绿色的 那红色呢叫做排他锁 然后呢绿色呢叫做共享锁 那当我现在这个执行一个语句的时候 我上上这把锁了 这把锁如果是排他锁的话 如果是排他锁的话 他就排斥其他的 无论是排他锁还是共享锁 都都是排斥的 然后如果呢 共享锁的呢 只是排斥其他的排他锁 但是呢不排斥其他的共享锁 那其实这个概念呢 就是跟咱们这个 其实跟咱们这个那个 叫什么条件来的 就是之前还记得 咱们学这个线程的时候 就是thread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读写共享锁的 还记得吧 就是读读共享写写互斥 是不是 就是我可能用这个written lock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written lock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written read lock 还有一个是叫做written write lock 这两把锁嘛 一把是读锁 一把是写锁 就是读和读是共享的 但是读和写肯定是互斥的 然后写和写呢也是互斥的 那其实呢 对应着这个oracle里边 其实也是通用的一个概念 就是排他锁和共享锁 共享锁你可以理解为读锁 排他锁就是写锁 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一下 然后呢 这个锁的类型呢 大体上分很多种 比如说tx航击锁 tm表集锁 那么我们 一般来讲 日常锁用的这个dm操作 也会产生 就是都会产生事物和锁 有事物毕竟跟着锁 然后刚才也说了 查看事物的语卷 查看锁的语卷 然后呢 还有一些ddr锁 就是一个data dictionary data dictionary 这种数据字连锁 然后呢 它用于保护数据对象的结构 例如表锁眼 等等这些结构的 还有一些像system锁 很多种 然后呢 锁的用途呢 只有有事物才会产生锁 保证数据的这个完整性 一致性 还有以及正确性吧 锁的作用是做这个事情的 其实你可以拿它跟咱们拿 就是java里边的锁 去对比一下 然后锁里边有很多种 在oracle里边分好多种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什么行共享 什么行排他 还有什么共享锁 还有什么共享排他 还有排他锁 还有排他锁 还有很多啊 就是这里边分这么多种 什么RXRXSSRXX 反正如果要是你们如果要是做这个oracle 这个你dba的话 肯定这些东西都可能在这个怎么说呢 在051就是就是oca的时候 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入门的时候 反正这些都得要讲的 而且你都得要会的 就是对于锁的类型 然后每个锁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呢你就是也 就是简单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我不会说讲太多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加锁的模式 那这个可能工作中可能用的就是可能会用到吧 就是说咱们可以去使用selection from表 然后where条件加上这个for update 去给这个东西上锁 去给你的这个c口去上一把锁 好OK 那这个 这个语句儿 自动加锁 就是在做dml的时候就这些语句儿都会自动加锁 刚才咱们其实都看到了是吧 就是你只要是执行一个dml语句儿的 在事物里边咱们看到一条记录 在锁里边咱们也看到一个tx和一个tm 一个行锁一个表锁 但是呢在select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加锁的 就是说你加一个这个for update做这个事情 那别人谁都不能碰了 就这意思 比如说现在我做一个这个事情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 我clear一下这个 我在这块也clear一下 那当前这个用户是scout 这个用户是dba 然后咱们拿dba去观察数据信息 拿scout去做操作 那当前我肯定有empe这张表 那我一查询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前这个事物不是 已经开启了 for update 然后这个时候呢 咱们看一下 其他就是修改其他 修改其部门为10的记录 则会被锁定 就是说你已经加了一把锁了 然后你还想去修改这个 这个部门为10的记录 就会被锁定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的去修改记录 是否被加锁 可以去做一些秀探 就是一些试探 在这块可以有这三种方式 做试探 举个例子吧 其实有的时候 你使用这个oracle的时候 你总会觉得这个 什么死锁呀 就是其实在oracle里边 是不存在死锁的问题的 在oracle里边 如果真正发现死锁的话 这个oracle内部会把这个东西给你完整的就会给你解决的 那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什么呀 就是啊你这边就是这个表一下子就是谁也进不来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就锁上了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session就卡到这了 然后呢就是初级的程序员总觉得是什么呀 哎呀是不是那个咱俩操作产生冲突了产生死锁了 那其实在oracle里边是不存在死锁这个概念的啊 是不存在死锁的概念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相当于人家做了什么事了 人家做了一个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事 就是把第十号部门的那几条记录都给我进行这个forabit了啊 就是说我要更新啊 然后呢 这个锁已经站着了 然后其他那个人有一个小孩客户端 他想改十号部门其中的一条记录啊 一个id 然后他就发现他一直那个session一直就卡到那儿 就一直等着嘛 因为你这个哥们forabit他要他还没做完事 然后另外那个人就只能在那边等着 什么时候你这边把事物提交了啊 就你做完这个操作了 然后呢他才能去真正的去修改 所以说这个等待的过程 其实就相当于干什么呀 就是 就是在那排队的过程 但没有死锁的概念啊 咱们做一下测试你就能知道了 那刚才呢我还是要查这张test哈 那我会发现这个里边又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tm和tx了哈 那其实呢我把它这个 我比如说提交哈 比如说提交 clear 咱们再次看一下哈 那当前呢这个呃看一下我这个操作哈 就是selecting from v$ lock 这个这个里边是没有任何你看你看这个注意观察这个啊 最后这几块是没有任何这个这个字样的就是tm或者tx这个字样的tx表示航锁tm表示标锁啊 是没有的看见了吧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我刚才要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 for update 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我再次看一下这个啊 它会产生后面两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是tm啊一个是tx啊 会产生这两个东西 ok那既然产生这两个东西了 那比如说我还有个哥们 这哥们是谁呢 比如说再来一个 common window吧 也是scout 他现在就想做这个事情啊 你看现在我已经for update 了啊 然后我这边我想去进行update 我说update 咱们现在目前是enp1表哈 enp1 然后呢set sell 咱们还还原回来吧 就是也还原不回来了哈 等于一万 四个零 然后VR条件 VR条件咱们就是77 7782吧 就是enpno 等于7782 ok 回车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执行这个就是oracle的时候操作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有的人就觉得 哇操就这个怎么就是一直就卡死了呢 是不是我死死了呀 或者怎么怎么样 其实不是 因为你这个sicle语句 在外面等着呢 排队等着呢 你必须得等这哥们 是不是 这哥们for update 完事了之后 你才能访问 你看我这一个commit 你看紧接着他 是不是就是 roll update 就是一条记录进行update了 是吧 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其实为了避免咱们这个这个这个锁一直占用一直等着 其实咱们在这个写sicle的时候呢 就是尤其是你用oracle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手段去来避免这个这个事 要不然你说是不是很恶心啊 你本身你想到数据库里边你想做一个这个select查询 然后查询之后你发现 那边的人就是你真正这个就是包括银行的一些业务的时候 他肯定都是要锁锁表的 就是for update的 执行了一个这个操作的之后 我for update 下面那一个那一个client端 他如果想操作同一条记录的时候 他只能在那边等着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 可能用户的操作页面要点这个更新或者点修改 这个操作的时候 这页面可能有按钮 点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一直卡到这了 卡死到这了 那这个界面肯定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那原因不是因为咱们这个程序的事情 其实核心的原因是因为那边for update了 这边只能在那边等着这个命令了 其实是由于这个事 那可以解决的方案其实有很多 有什么方案呢 可以去这个触碰他一下 可以去进行触碰他一下 简单说怎么去触碰 咱们还是以这条语句为例 还是以这条语句为例 就是如果说以后你要是做这个真正开发的时候 做一些这个比较严谨的这个业务的时候 然后你希望更新的时候不允许其他的人去修改 也就是说避免这个并发 那我一定要在后面加full update 保证我数据是安全的 把这这三条记录锁住 然后如果说其他的client端要非得要访问这三条 那你可以这么去做 怎么去做呢 去秀探他一下 秀探的方式 刚才我PPT写了有三种哈 第一种叫做不等待哈 你看我现在哈 这上面这三条记录哈 已经被我锁住了 7782这条记录是不是已经被我锁住了啊 OK 然后我去select 信用from这个 where条件后面加上一个这个 not wait 这块呢 是是什么呀 是我可以这样去做的啊 就是叫不等待啊 不等待 然后还有什么呀 还有 这块叫做等待 等待几秒是吧 等待几秒啊 还有叫做等待这个 就是跳过已经什么什么锁定的这个这个东西了啊 那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在这 看 就是我再去查他的时候啊 我再去触碰的去查的时候 他他告诉我啊 就是not wait 是不是 not wa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等待吗 就我再去查的时候 一看这个 你你前面有个哥们把这三条记录 现在用着呢 站着呢 是不是啊 怎么办 其他人就是 进行这个操作 想查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他想改的时候 我就not wait 不等待 那这样的话 那个客户端一进来 是不是 进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能返回去 然后告诉咱们这个用户 说啊 对不起 系统责源正忙 说你稍后再试了 是不是 可以用这种策略 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种 让他等几秒 最多 最大的这个这个 你可以容忍几秒 啊 wait 五秒钟 啊 然后你就数吧 一二三四五 啊 五秒钟之后 肯定也会 出现这个错 啊 出现这个 是不是啊 就是wait超时嘛 我可以指定一个时间 还有一种是 跳过 跳过 嗯 我看一下啊 还有一种是这个 这个语法 你看一下 首先呢 咱们这个 selecting from条件 现在条件变了 变成什么了 变成这个job等于 这个销售 就是 cluck 这这个销售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职位 啊 然后呢 full update 叫skip locked 就是跳过 被锁定的 就是记录 啊 那就是 肯定是跳过了 哪个记录了 就跳过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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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九三四的 这条记录 因为这个 七九三四 这条记录 他的这个job 就是这个 他在我 其中一个用户 已经这个update了 就是full update了 所以说我在这儿 我去进行select 查询的时候 看见了吗 其实正常来讲 我应该能查到四条记录 因为有四条记录 他的这个职位 是这个cluck 这个职位的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用户呢 已经站着 这个这条记录呢 是不是 站着这条记录呢 所以说 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skip locked 就把跳过的记录 咱们先不查出来 还要查 没被锁的记录 那其实呢 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有一种概念就是 叫做 叫做表霸 就是表霸 就是表霸嘛 是不是 就是一上来 我看一下 就就就把你这个 就不管怎么回事 我dba 我一上来 我就把所有东西都都都直接给他霸占了 其他人 谁都别想玩了 是不是 我一上来就select信用 from表 然后for update try一下子 就是谁也不想 谁也别想玩我 我这里边的数据 反正我们之前就是 那个db一上来的时候 就直接做这个事 一操作数据的时候就就这样 好了啊 这就是一些简单的特性吧 反正你可以去做这个 再真正去做那个 很多这个核心的这个银行业务的时候 其实都可能都需要用到这些 这些这些 for update这些参数 他为了严谨啊 然后呢 就是这块后面还可以做什么事啊 就是如果这个锁占用的时间太长了啊 你如果 你你如果可以做什么事 你如果可以就是 你有管理员用户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 那个表霸 就那个 他占用的那个for update 那个那个进场 就给他干掉啊 那个session就给他kill掉 可以去把他session杀掉 说你能不能别玩了 自己都占用一个多小时了 你还让不让别人去去做事了 是不是 我可以把它kill掉 那这个kill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利用这 利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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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句啊 就可以去kill掉 做一下测试吧 比如说哈 比如说还是他 还是他 咱们还是要执行这个for update 那现在肯定是有一个这个session产生了 是不是 有一个session产生了 有一个事物产生了 然后呢 我现在 我就想把这个 这哥们kill掉 怎么办 那我就利用这个管理员用户嘛 我去去做这个事情 首先我要查这个 就是select 我要vdoll session里边 我去 首先我看这个 哪哪一个sid占用的时间太长了 查看这个表 然后到这个表里边 找到这个sid 找到这个sid 然后去执行这个sicle 然后再把这个serial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查出来 然后再kill掉 这个挺麻烦的哈 咱们来做下操作吧 首先是vdoll lock这张表里边哈 现在这个这边这哥们肯定是一直站着这个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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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条数据呢 我现在如果用管理员登陆的话 我就看到了 我说这个141这个 这个sid 是不是 他一直是锁着表呢 是不是 一直是站着这个这个这个session的哈 这个是sid嘛 那这个141这个哥们是不是 我就想把他这个杀掉 是不是 那怎么办 就这样去做 首先呢 就是select copy一下哈 paste 首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查询vdoll session 通过这个sid哈 这个sid就是141呗 141 然后查询出来找到这两条记录啊 就是一个叫sid 一个叫做这个serial 然后呢 我去执行这个系统的这个alert权限 copy一下哈 我去做什么呀 把这个kill掉 这块是多少 sid是141 然后这个serial是40是吧 我一回车 OK alert alert 然后你你你会发现哈 这边我我在 其实现在哈 现在我 我我这个用户 他现在已经就是 这个session已经就掉了 你比如说commit一下啊 其实其实已经就不好用了哈 他就会发这发现这个 说你的这个connection已经was lost了哈 已经 已经什么了 已经是掉线的状态了 因为我用系统管理员已经把你当前这个session给它kill掉了哈 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是 是这种情况的哈 那只要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session kill掉了 那我其他的用户都可以去访问了哈 就都可以正常去访问了哈 ok这个是可能在工作中啊 就是你会碰到这种问题啊 你会碰到这种问题 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用这种for update啊 好了哈 下面显示commit成功了吗 就是commit complete 其实这块已经已经已经掉线了啊 这会这会这会已经 我我操作的时候 他已经就掉线了啊 你放心吧 就是我用管理员刚才他这边我去kill掉的时候 他已经是已经是掉线了 因为我已经把他这个这个session强杀掉了啊 已经kill掉了 好了 这块我也停一下哈